全油管最快新闻 以色列持续空袭加沙学校 8月3日,以色列军方对加沙地带多个难民营和学校发动空袭,造成至少20人死亡,包括两名儿童和4名妇女。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公布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I.Honey暗杀事件的调查结果,宣布本次行动由以色列设计和实施,美国政府提供支持。 袭击使用武器为一枚弹头重约7公斤的短程导弹,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将为哈尼亚报仇,让以色列政权受到严厉惩罚。 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加拿大、波兰等国政府已发布旅行警告,呼吁本国公民避免前往黎巴嫩、以色列和伊朗地区。 这则新闻非常重要,因为它涉及到多个国家和政治实体之间的紧张关系。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空袭造成了重大伤害,包括无辜平民的死亡。 这也引发了美国、英国等国政府发布旅行警告,这意味着局势更加复杂和危险。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回应也表明,他们将采取行动捍卫自己的人民和利益。 这个事件需要大家关注和理解,希望通过新闻报道可以让更多人了解这种局势的严重性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